今天呢 我们先从 先从越南 那越南的 现任的越共的总书记 也是越南的新任的国家主席 因为前任的国家主席阮富仲 那不久前过世了 在过世之后呢 习近平主席呢 也特别到了越南 那驻北京的大使馆 那去调研 等于是跟一个好朋友的道别 虽然没有亲自到越南的现场 好但是呢 苏林在接下这个职位之后呢 苏林第一次出国的访问 首访到北京 他先到了广州 他先到广州呢 在广州呢 他去 他去看来 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呢 这个是 这张照片呢 这张照片是胡志明 胡志明 胡志明 反正你看越南 你不可能不照胡志明 但是旁边的 旁边的这张的 这张照片呢 这张照片呢 你可能就不认得 好那这张照片呢 是包罗廷 那包罗廷是谁 包罗廷呢 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的 国民政府的顾问 是国民党的顾问 那胡志明跟包罗廷是啥关系 胡志明他不只是越南的国父啊 胡志明他之所以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很密切 胡志明跟中国的关系很密切 因为不只是因为 因为法国过去是越南的属地 所以越南有许多的精英 包括胡志明 他们都是留法的 留法的跟当时呢 同样的呢 留法的勤工卷学会的背景 譬如说 譬如说周恩来 邓小平 这群人 他们是在法国就认识的 所以胡志明呢 跟中国的 胡志明呢 跟中国的跟中国的共产党的关系呢 不是不是二战之后呢 才开始的是在二战之前 早早早早的时候呢 就就开始了 所以你要严格讲的越共跟中共的 的这个呢 历史的发展的轨迹呢 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 好那胡志明呢 因为他他后来呢 在广州 为什么苏林先到先到广州 那个作为一个新任的国家主席 新任的越共的总书记 那个呢是一个越共的寻根之旅啊 你现在看到这张照片呢 是包罗廷 包罗廷呢 是在在在当时的苏联 苏联呢 呃 时代呃 在国民政府里面 在广州的顾问 那他当顾问 那胡的胡志明 胡志明在当时是包罗廷的翻译 好 你看就是那个关系呢 是很复杂的 就苏共 中共 越共 其实呢 他其实是有同音性 所以 胡志明在这当时 他除了跟中国共产党的这些的创党的元老 的熟悉度呢 是很高的 那同时呢 在当时的跟国民政府呢 也也颇有互动 好那苏林呢 到广州 呃 我们我们看一下 他还他他除了 他访问广州呢 他除了强调 他在他叫他到了广州的文明路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的同志会的旧址 那提到说将近一百年前的越南老一辈的领导人胡志明在这里创办了越南第一份的传播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纸叫青年青年报 那举办了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为越南共产党成立跟了革命干部呢培养做出重要的贡献 然后呢在此之前他到的那天呢就是前前天啊 前天8月18号 苏林到广州当天呢当天下雨 他这个月8月初呢他就任了越共的中央的总书记 那第一个第一个呢先到了先到了中国先到了北京应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应了中共的中央总书记的邀请 因为中国跟越南的关系呢是一个是一个这个党党政呢关系都很很密切的关系 好那他那天下雨他还去了黄花岗七十二列式墓 他说这个这个就是就需要脑补一下了 就特别在台湾了可能搞不清楚说 啥呀啥呀就是越越越共越南跟黄花岗有啥关系 黄花岗七十二列式就算我我我没办法七七十个其实一共一共有八几个 那叫叫不出来可是最少在在读黄花岗七十二列式的这些的历史的时候 没没听过跟越南有啥关系啊 那他其实真的没有没有没有啥直接的关系 而是呢越南的一位爱国烈士啊叫做范宏泰 范宏泰呢 范宏泰当年在在广州啊在广州要刺杀 范宏泰当时呃还是法国殖民地的时候法国呢法国在殖民越南的时候呢越南的名字呢在法国呢叫做呃印度印度之那法属印度之那你看又印度又china所以呢法国呢对这个地方的理解就就就是中印混合的那又又有印度印度之那好那这个法属印度之那当时的总督呢叫做叫马马兰吧翻译啊 翻译叫马马兰的那这个呢叫马兰的呢他到他到了到广州去去活动在在在在在广州的有一些的有一些的会议啊也也受到了当时的当时的广东省政府的邀请 那个时候呢广东的神主席应该是应该是廖城志的爸爸应该是廖廖仲凯啊好那应该是廖仲凯夭夭夭的好那这个马兰的到到到广州到广州的时候呢这个叫范宏泰的范宏泰的叫他就要去刺杀呢这个这个马兰那丢了手手手榴弹炸死了一些人可是呢马兰人是没事的那但是呢这个范宏泰的刺杀是失败了之后呢就跑跑 跑的时候呢一边跑那后面的就是大家追啊追的时候呢他就他就跳珠江那跳珠江啊那个珠珠江的那个在广州市里面最宽的那个河面最宽的河面好像当地人叫做白鹅潭他就跳白鹅潭就死了那死了之后呢那之后呢是尸体扶杖来了之后呢被安葬那之后呢在迁葬迁到了呢黄花岗这个地方他他不是跟黄花岗七十二年 这些事呢有直接的关系但是那也是烈士哈所以在当时那也也呢迁葬到了黄花岗这个叫范宏泰范宏泰在越南的地位啊就相当于在韩国的独立运动的过程当中当年去去刺杀伊藤博文的那个安从根他的他的 他的地位在越南的地位这个范宏泰啊就在越南的越南的就说的政治教育里面这个范宏泰他甚至另外名叫范爱国那范宏泰的地位就是相当于韩国的安从根刺杀伊藤博文的安从根你就知道呢他其实很重要苏林的这次到广州去看的这两个地方都是在告诉你就是我越共除了越共跟跟中国的关系越共跟中国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之外他在强调他自己继承了越南共产党的政统那个动作呢是非常政治化的就几乎就你可以说的是越越共越共的新任的总书记 苏林到中国来扫墓 那 看胡志敏 看范宏泰 好那这两个动作呢稍微解读一下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说越共跟 跟中国的关系越共跟中共的关系不止因为他们是共是两共关系 而是他们有同源性 这个历史背景呢在整个的越南还在殖民地的时候 在在呢 跟法国在对抗的时候 当时呢跟中国共产党的是纯齿相依的 那同时呢以中国为根据地 不管是胡志敏或者是范宏泰 他们都是以中国的地利之变因为距离越南近嘛 所以呢在在中国 去策动 对越南的许多的 许多的这些呢不管是呢 越南共产党 在 越南的深耕 或者是 在当时要去跟 法国的殖民政 的政权 要对抗 那都是以中国为根据地 好那看完这广州之后呢 那他就到 到北京了 到北京 那跟 习近平主席见面 那这个呢照照片呢是要叫出来一下的 就这个时候 习近平比 比比这个书里呢更重要 好我们我们看到这这几张的照片 那这个照照片 这都不是key的嘛 那 习近平跟书 两个像兄弟一样 就穿的西装的感觉也很像 虽然呢习近平呢比较大一号 那领带的颜色呢也很像 好那这个是呢 两根见面 你看到呢这这是 苏林的带着太太 太太的头还会侧白白一边了 那看起来还蛮妩媚的样子跟 跟跟的彭丽媛 彭丽媛呢 在正式照相 彭丽媛的 彭丽媛站的就很挺 就是 然后他的他的笑 他的笑容其实很有亲和力 他的他的笑容啊 让我想到想到谁 想到那个 陈万水 就是宋主义的太太 所以宋主义的太太也是非常有亲和力 他们两个给我的感觉是很像的 好那这个他们的照照相 然后呢这个是 这个是在检视仪对时候的 照相 所以苏林这这一次呢 等于是一个正式的国事访问 所以才会有有这个呢 国家主席 那陪着走红毯 在天安门前面的走红毯 这样的一个仪式性的动作 不过呢这几张照片的出现了 大家关注的重点 都失焦 都都不是在关注呢 苏林要来干嘛 习近平好好的 因为他已经三个礼拜没出现 他上次出现是7月29号 7月29号呢 到到8月19号 两个多礼拜三三个礼拜的时间 这三个礼拜呢 我我前两天有提过吗 反正只要每年到了8月的时候呢 8月的时候呢 海外的这这些呢 反反中或者是反共的华人的团体 就我就会有一种 有一种固定发作的 自嗨型的舆论 就就就是 中国的领导不一定是习近平啊 不管再过过去 他叫江泽民啊 他他他叫胡锦涛啊李鹏啊谁都要 那反正每年每年到8月的时候呢 在在海外 的这些呢 反反共 比如说讲的讲反中 他们还不一定同意 我不反中我反共 好吧没关系啦 就反共好了 这些呢 反共的华人团体的固定会 会会发作 而且会开始自我催眠 就说 中国的领导人死了 中国的领导人中中风了 要不然呢 习近平为什么三个礼拜呢 都没有都没有出来 我告诉你 他被政变了 他被推翻了 他中风了 他不会不会动了 前几天呢还有一张的 一张照的照片了 有一个有个跟习近平很像的人说 我告诉你 你如果再看到习近平 这个人 假的 他是习近平的替身 因为类类似的这种的 这种的新闻了 在普丁身上也有过 普丁 普丁呢也也被传有好几个替身 还有 金小胖 金正恩 你说有好几个替身 我都我都很配 你知道金小胖的替身不好 不好找啊 要要要胖到那个样子 那个牺牲很大 好吧 但不管怎么样 每年八月的时候呢 明知道就是他们就在北戴河 然后呢 要在北戴河当中 我也我也我也没有 没有没有去过北戴河 也没有参加会议啊 我也我也不能跟你讲说呢 我很懂北戴河 可是 我问过的 有关于北戴河 北戴河 就放暑假吗 就度假 那 很多的中共的元老 退休的元老 放暑假的时候呢 就会被 被接到 他们在北戴河 不是只待15天啊 20天啊 可能一待待个两个月啊 就暑假在那地方 那吃吃喝喝的 据说的大部分时间了 你说他们最主要的活动上 打麻将 就是 很久没有凑在一起 打麻将的时间呢 还比较多一点 那当然了 顺便了 就是 咨询一下吧 那尊重长辈吧 那除了问他们的 想的 想吃什么 那想到哪里吃 这个玩玩走走的 那就会人陪 那另外 最近了 这个国事如麻 那你们有什么意见 那顺 顺便了 就博 博彩周易一下 大概就就就这样 但是每次呢都被形容的好 好像 好像呢 习近平啊 李强啊 或者是 或者谁谁谁啊 那只要进去了之后呢 就出不来了 那王沪宁啊 在里面又又如何如何 我说 就是 你知道就海外的这种的 听床师啊 非常非常多啊 那个 跟说 以我所了解的情况 所案了吧 好但是 习近平 昨天出来了 那 你看到的 出来了之后啊 还不是光光出来 又出来的时候 刚开始呢 是一些 是一些阅兵的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阅兵仪式的镜头 你要看到西方媒体 看到这镜头说 为什么都是长镜头 为什么都都没有呢 都没有 就是近一点 让我们看看 习近平 我看看呢 他有没有嘴 嘴歪眼斜的走路步伐 稳不稳 你如果看 昨天呢 8月19号的 就是呢 一些的国际媒体呢 在看这些画面的时候 都会说 习近平的走走路 好像还可以 然后但是为什么都藏镜头呢 这就有的时候呢 两个人 可是为什么 只有苏林呢 为什么没有 没有习近平呢 好的 之后两个人见面 说包括了 四个人 两个人 夫妇的合照 可以了吧 这件事情 大概就过去了吧 好吧 苏林 当来当的除了除了表示中越关系很重要 然后 说苏林 我说到广州呢 是来扫墓的 就是越共新任的领导人上来了 到广州扫墓 所以到中国 先到广州 因为他刚上任 到广州 尤其 除了去看了 去看了 就说 胡志明的这个过过去的 在这地方的活动的故居啊 然后呢 同时呢 去看了这个 范鸿泰 他有好几个画面 有叫范爱国 范晨基 那不管同一个人了 那尤其呢 去看了范 范鸿泰 据说苏林还满激动的 就是 觉得呢 自己的 越南的先烈 那都在这个地方呢 被奉刺的 他特别感谢了中国 就是把这些越南的先烈 的这些墓呢 都照顾的 很好 好那他到北 到北京干嘛 到北京 嗯 因为从 从他和习近平见面之后的联合声明 联合联合声明很很长啊 但是除了除了强调的中越之间中越共之间的关系 如何如何以外 里面呢 里面从谈到两国的一些的具体讨论的项目里面呢 一开始最具体谈到的 就是 在基础建设上的合作 就谈到了铁公路的 合作 那这个就敏感了 这个这就是呢 这次 这次呢 在苏林的到大陆 访问前的时候 从越南方面的 所传出来的消息 就是 这次苏林到北京 跟习近平的 主谈的 具体的内容 就是 来吧 帮我建 建高铁吧 那 为什么要中国帮他 帮他建高铁 那这个 学问当然就很多 因为我的我的手手上的东西非常非常多 乱成一团好吧 我们就就这样谈 那 看到 这个 高铁 其实 越南 越南最早要建高铁的时候 他是倾向于日本 越南 谈要建高铁 二十几年 从日本的接接盘 我们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张是 去年 去年的 去年的这个 越南的 Express 他你看到上面的英文吗 The most read Vietnam Vietnamese Vietnamese Newspaper Paper 就是最多人 最多越南人 阅读的报纸 那这个 Vietnam Express 那去年的 1月13号 上面写的呢 Vietnam again Request Aid From Japan For highspeed railway highspeed railway 高高速铁路 他们的高速铁路是不是像 像 中国的高铁的这个350公里 时速的标 那 那未必 他 其实呢 有有好 好几个不同的速度 不同的 系统 高铁的造价 高铁的 运价 是由速度决定的 你要跑多快 你就要砸多少钱 那个大概都跑不掉 除了你的土建的部分 当不同的地方的土建 如果你要 砖隧道 你要 你要地 地下化 成本比较高 我说就相同的 这些呢 土建的方式来 比较 速度呢 就决定价格 好那到去年的时候呢 你看到越南 再一次的 要求日本 对于 对于呢 越南的 就说呢 highspeed railway 给予援助 去年喔 可是 这一年的变化非常大 就是 越南放弃了 苏林这一次呢 到北京 直接跟跟习近平呢 开口 谈高铁 他当一方面就是 已经 已经放放弃日本 因为 因为日本呢 主要是在于 在于 有关于 有关新建高铁的 财务的问题 日本倒不是不肯啦 但是日本呢 日本认为 日本主观上面认为 越南 没有 还没有 条件 去 去新建 就养不起 像是日本 新干线这种高铁 日本的高铁的概念 就是 新干线 就是台湾的 高铁的那个概念 日本认为呢 你越南要不要再 再想想看 你越南现在的 现在的国力 财务 跟你的经济发展的 水平 跟你的 运量 就说你的你的你到到底有多多少的这些呢 载客的载客率 那你现在养高铁 你 养得起吗 当然讲讲起来 讲起来日本好像觉得 觉得我是为你好 我怕你掉到债务 陷阱里面 所以 所以呢就是劝你 再想想看 可是 之前的越南也就像想想想想想 一想的想了 十来年 可是这两年的时间 第一个看到看到中老铁 中老铁路还没有到高高铁 中老铁路大概 大概平平均 时数 160 160到200 连动动车的水平的 都中国动车的水平都还没到 大概160左右 左右而已 可是中老铁路通了之后 中老铁路通并不是说呢 那条铁路 那条铁路从昆明出来 当然对老铁这个中南半岛的内陆国影响非常大 那老铁量 主要是因为这条这条铁路难道直到永真吗 直到万象吗 永真就是万象 就就是呢 老铁的首府 难道直到永真吗 没有 永真呢 其实已经 已经到了柬埔寨的泰国的边境上面 离开永真之后呢 将来要往泰国走 或者是往往这个柬埔寨走 他都是呢中南半岛的铁路网 泛亚铁路系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支 就是从中国那边的已经出来了 再加上呢 越南 越南就像我手上的这本书啊 我手上的这本书 台湾大陆朋友不一定看得到这本书叫做解读东协 这个是呢东协成立50周年的时候呢 马凯硕写的 马凯硕最热 反正关关关关注新加坡关注 关注东盟事务的大概大概不太可能不知道吗 马凯硕 他的新加坡 印度裔 但是呢很有发言的份量 马凯硕写的这本的解读东协里面的谈到了越南 他 他的越南 当然这 这是一本 你可以说从马凯硕的立场 为东盟写的宣传书告诉大家就说的东盟成立 50年 那东盟现在十个国家 他这十个国家现在情况是怎么样 然后呢东盟的是如何去 去去思考的跟中国的关系跟越南的关系跟欧盟的关系 特别提到跟日本的关关系 谈谈谈大概就这样子 那这本书里面呢 谈到越南的部分呢 一点点 我 倒不是不重要每个国家谈的都不多 但是马凯硕在里面谈越南的时候说呢 越南 越南是他说他我记得他有两个 第一个他说 越南呢虽然是虽然不是东盟的创始国 可是越南现在却却成为呢东盟十个国家里面呢 最挺东盟的大国 除了新加坡以外 大国他非常挺挺挺 他对东盟的这个运作跟未来 没几乎没有任何保留 第二个他说越南的经济发展是都 非常好 因为马凯硕必须这方面的专家 他说越南 越南注注定 是东盟是中南半岛的经济强权 东南半岛五个国家里面他非常看好越南 好那越南越南竟然是经济强权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老师你你你你如果对越南多了解一点 越南 比现在的台湾 可能更像中国虽然说台台湾台湾讲话 譬如说我在台湾长大 我都我我讲我讲的话你都听得懂越南讲话你听不懂 可是我我是说 越南 越南对于华人文化的坚持 可能比台湾大部分的独派人士 台湾的独派人士呢 对于所有的这些华人文化 都是表现的一种就说 很不甘愿就就就就觉得好像他被污染了 我怎么会这华人我我怎么这么脏呢 但是越南不不会 越南跟跟中国的关系 他更像是一种的内战关系 你你你你不妨把这一九七九那些系统内长的战争 当作是一种的同一个文化圈里面的内战 当然我不愿意用同一个民族啦 免得大家呢觉得 觉得过度解读 那同一个文化圈里面的内战关系 好吧那那这个苏林呢 苏林要高铁 因为 除了除了中老铁路 最主要的是 印尼 印尼抢抢先一步 印尼的亚万高铁 中国的高铁进来 亚万亚万高铁一通车了之后 东盟第一 被印尼给拿走了 越南跟印尼 绝对的余量情结 他不是历史 不是过去的冲突 不是种种族 而是 两个 在东盟十个国家里面都有大国气派 印尼 两亿多的人口 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 越南 总的总是觉得 我跟 我跟 美国打打过 我跟法国打过 我跟中国打打过 那 光光是这个联合国 五个常任理事国 我打过三个 越南呢 在他们的 在他们的民族精神教育里面呢 就是 光光光是呢 我跟三个大 大哥呢 打过还没有死 这个呢在越南的民族精神教育里面呢 就很猛了 好所以呢 越南呢 也自认为是 大哥 不用马 马凯硕讲 他基本上大概就 就有那个味道 所以当这两条铁路通了 越南 终于要认清现实了 再加上过去 十多年前的时候呢 你说中国的高铁那时候刚开始在的发发展 那也没有也没有足够的营运里程 中国的系统 你知道中国的发展高铁的时候呢 一开始是跟日本取 日本呢就是白帅就说 中国酸了吧 你就买就好了 你做不出来的 可是 那是十多年前 现在 中国的高铁 除了 整个整个中国大大陆的中国大陆现在 呃 各种广义的高铁的营运的里程数的大概 大概的长长度呢大概四万五千公里吧 那如果是 如果是300公里以上的时速的高高铁 全世界 能够跑300公里以上时速的高铁 三分之二呢都在中国 有累积这么长时间的营运 尤其雅万高铁 雅万高铁去那通车之后 印尼很很开心啊 印尼现在对中国的基建 你怀疑吗 就是 除了西方国家的动不动的喜欢的去做什么 债务限定的文章 那个不会赚钱 你看那中老铁路老我现在又被困困住了 盖那条铁路花很多钱 他只是他只把他的传统一百多年前的铁路升级都不可以吗 那个呢只是一种的传统的宣传手法 但是印尼 因为 印尼的新任的总统 那普拉伯博卧十月呢要上任 那现在的 现在的这个 这个这个总统的任期呢快要到了 所以最近呢 他正在做做收尾 把很多的新的建设一个一个呢都推出来 所以现在呢甚至于在 在雅加达你会看到呢 这个就是说中国的推动的这个由 由北斗卫星导航呢 所设定的制轨的电铃车 好那越南的知道 中国的基建 OK了 苏林这一次到北京呢 就是就是 越南需要 因为越南越南这个国家呢是 他的 一个非常瘦的国家 像跟狗骨头一样的国家 两头稍微大一点中间的非常非常细 地球上面的像这种狗骨头一样的国家 另外一个就智力了 那这种的国家会会成为一个国家呢 都是极为特殊的地形条条件才有可能 如果不是安提斯山脉啊把智力完全隔绝在外头 智力的基本上面的分成四个五个国家都他太长了 越南的南北的也大概1500 六百公里啊那个也有非常长四个四个台湾的的长度啊 所以呢越南的本身他如果没有一条从南到北现代化的铁路 不见得是高铁啦 但是他就是需要一条的从南到北的现代化的铁铁路 所以越南的现在坐坐不住了 虽然他这两年的经济情况也也不理想 可是他觉得 他愿意的去去接受这件事情 那越南主要的思考是什么 越南的主要的思考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的是中国的 中国的这个铁铁路网 那中国的铁路网密密麻麻麻的 你看到的这个八横八重的红红色的部分 这个呢是是中国的主要的这些呢 这高铁的铁路的网络 中国的基础界建设中国的高铁 这最近的川川川普 川川普呢 因为川普大大哥最近的对对这个的肯定了 我们是要讲一下的 川普大大哥的照照照照片要不要照 好这张川普大哥照片 把这个这是我多多我捡人家用 川普在直直播当中 其实这个直播是他跟谁 他他跟马马斯克 马斯克马斯克两人在直播吗 马斯克反正就访问他吗 现在在挺川普呢 最有名的大概就马斯克了 其他的你看 那叫什么 Taylor Swift 大陆朋友好像叫美美对不对 Taylor Swift 还有还有还有这个 反正的现在呢 现在好莱坞的知名的演员啊 歌歌手啊 大概这两天呢都要跳上台 那都要的都要都要都要挺 挺挺这个 贺锦丽 那挺民主党 但是呢对共和党来来讲的川川普呢就是跟 马斯克 那做了做了这样一个事 视讯 在视讯当中来讲的川普跟马斯克的对话里面 谈到了高铁 中国高铁真好 他说美国美国都不是只有我 他说我我之后的拜登 我我之前的欧巴马 三任的美国美美国美国总统都想要一条高铁 但是 我们都没有 他连非洲都有高铁非洲非洲真的有高铁非洲 你不要看非洲落后因为 因为因为北非那是法国的殖民地 摩摩洛哥呢在北非的经济情况还可以的 就就是 北非的西北角靠海的那块 就是 直布罗陀的南边 摩洛哥 那法国呢 摩洛哥呢现在法国帮他盖了一条高铁 有一些路段的已经在通车了 美国都都没有 其实川普在2018年他当总统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呢就 就准备要推动了美国的高铁 那个时候的鼠疫的对对象 那 开开出承诺说我来 是谁 就是马斯克 所以他跟马斯克谈到高铁 也不是意外 因为 因为川普 1.0的时候 就和马斯克谈过高铁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那时候马斯克在谈的高铁呢 是要全部的地下化的 就是呢把高铁全部地下隧道化 那都不上上台面除了道站以外的全部都在地底下 在一个 在一个像是真空管里面 然后呢尽可能的减少空气的阻力 让那个高铁呢在里面仿佛在一个真空的状态里面的高速的行� 那 这种的高高铁呢 据说时速可以到 多少公里 那但是造造价呢 也也非常的惊人 带有实验的概念 不当然那个时候 有时候科科科科技跟科幻呢 就就是一点点的差别而已 虽然那个时候马斯克的有提过这种想法 那终究不了了之嘛 那倒下我已经晃眼又六年了 川普呢又想要回来2.0了 再提到高铁 可他在提高铁的时候 大家除了关注呢 他对高铁的赞美 你想听到呢 听到川普为为为中国的高铁背书 他说他说你你有你有你有那么听 马斯克知道的 他说你有没有搭过 中国的高铁快的不得了 好的不得了 这都是他的他的讲讲话的翻译啊 快的不得了 好的不得了 我们都没有 连非非洲都有 可是 后来话题被岔开了 是因为刚刚这张的照片里面呢 大家发现了川普呢在看着手的手机 可是川普的手手机底下的那个充充充电宝 那川普最近的一直一直被抓包 我还抓到了一些的一些东西好 川普 川普的川普现在因为他 他在用手机在视讯嘛 在讲话 那底下的充电宝因为手机耗电很快 底下的充电宝 底下的充电宝 是made in China 那那款的手 手机呢 那款的手手机现在 大卖 那除了 除了 除了大卖以外 那款的手手机呢 是中国的 Anker 对不对 他叫Anker 叫做Anker Anker Mago 是由Anker创新公司 所制 所制造的 那Anker呢 公司呢 有出来正式的官宣 说对 他就是用 用我们的 他告诉你说 这款的呢 Anker的这款的充电宝 在中国 在中国卖55.8美元一个 大概三百九九十九人民币 一千多块新台币了 还OK Anker因为他有 他有指示灯 电量指示灯 但是呢 在Amazon上面呢 在亚马逊上面的时候 售价就比 就比中国的售价呢 高出了34美元 几乎高出了70% 所以 川普的这个时候充电宝 不不晓得是 他自己买的 如果如果在亚马逊 上面买的话呢 将近九十美元 八十九点 九九九 好那 Anker的这款的充电宝 因为被 被 被川普呢 用 用用用带货的方式呢 给捧红了 所以呢 大大麦 连Anker的股价呢 当天呢 一开盘就涨了 百分之三 好吧 这个是题外话 重点是说 连川普都看得懂中国的高铁 那像苏林会看不懂吗 苏林当然知道 中国现在的高铁的 稳定性 可靠度 造价 速度性 中国都已经在基建上面来来讲 高铁根本就已经是基本款 中国都已经在搞磁府了 中国呢都已经在搞 在在搞制 搞制轨了 虽然苏林这一次来 无非呢就是跟习近平说 能不能把我们建高铁 那建高铁很难吗 其实不只是 越南在过去考量 是政治问题 就就是 我到底要不要跟中国的高铁要接轨 越南 跟印度一样 很很很难搞 就是 跟跟中国呢 要发展亲密关系的时候 总是表现出一副呢 既期待呢 又怕受伤害的样子 因为他的高铁呢 全全长会有1500多多公里 他不是一次建 他分段分段建也好了 财务的压力可能轻一点 先把北北部呢 以河内为中心的建一段 南部呢 以胡志明 以前的西贡 这为中心的建一段 中间的这一长段 很很细的 那狗骨头 中间的骨头的部分 以后呢 再慢慢建 那这一次 因为苏林来 我估计啦 大概 会成真 那 你看到的这张 这张图呢 是泛亚的铁路系统 泛亚的铁路系统里面呢 现在 现在完成度最高的呢 就是从那条黑线的部分 从昆明的到万象 到永 永贞的部分 绿色的这条线呢 绿色的这条线 主要的呢 就会是将来的泛亚铁路系统 当中的 越南线 泛亚高铁的路 路线 这个路网呢 如果呢接近完成的时候 最后呢往南延伸到新新加坡 越南在这想些什么 越南呢越南在这想的就是 他如果不见这条高铁 他如果欧亚路快不能够联通 他过去毕竟是法国的殖民地 他其实跟欧盟的贸易量呢 还不小的 可是他现在最主要的 是美国现在为什么可以 去 拿捏越南 拿捏英文怎么说 好当当有记者呢 去问全红参数 全红参数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学 好那 那基本上面呢 就是 美国现在之所以呢 可以呢 拿捏越南 就是因为 越南的出口贸易 高度的依赖美国 因此呢 美国动不动呢 就以呢 你越南对我想有大量的顺 顺差 你乖一点 不然我就那301的 处罚你 越南其实 决定要建高铁 他是希望呢 打通呢 透过中国 打通的 泛 泛 泛 除了这个泛亚铁路网 之外 最重要是呢 希望呢 能够有一条 从河内呢 直接呢 通欧洲的路线 越欧铁 铁路 不止中欧 越南希望 从中欧 搬裂 延伸到越南 成为越欧搬裂 成为越欧搬裂之之后 越南才有机会 去摆脱呢 美国呢 对他的前置 所以他的主要的考量 不是越南本身的 经济动线的考量 而是这条的铁路 他是同时呢 有客运 跟货运 那 客运跟货运 同时呢 跟中国这些接轨 大致上面可以告诉你 就是说当苏林来 来的时候 未来 整个亚洲的铁路 都会是中国标准 这个标准呢 大概就会确定下来 那大家呢 就把过去的这些呢 政治当中的 有的没有的文章 铁路的诡句 你要你要做做文章 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那哪个国家呢 能够造的好 造造的安全 就做吧 所以呢越南这一次来 基本上面 如果能够把高铁的事情呢 谈定 那 那对于越南的来讲 是非常好的 就就是越欧的铁 铁路系统 就慢慢的 形成 那同时呢 泛亚铁路呢 泛亚的铁路网当中呢 最困难的 那政治性最高的 这一段呢 也就突破了 那越南呢 也大概呢 从一个东盟的角度来讲 中南半岛的角度来来讲 越南 也算是呢 比较 心甘情愿的 开始呢 进到了一个 一个中南半岛的 基建的整合的过程 因为越南过过去 不点头的时候呢 其他的泛亚铁 铁路网 很难很难动 所以接下去呢 中国在 在整个的中南半岛 的这些的基建的工程 我不敢说做不完啦 但是他除了告诉你 就是说呢 日本 退出去了 那中国准备要进 进场 所以这次呢 苏林呢 到北京的访问 不要谈什么军事啊 等等 那些呢 都已经是次要的问题 也不需要在南海问题当中 去做文章 苏林在广 广州 那个呢 那些点呢 是很有深意的 越共去扫墓 到北 经 就是中共跟越共 100年来的交情 现在呢 在铁路网上上面 大概呢 是准备要落实了 好那刚讲 就是说呢 川普 川普呢 除了 除了高铁 除了充充电宝的带货 之外 其实 川普呢 就最近呢 最伤害他的支持的感情 的是呢 那个川普娃娃 你知道 美国 美国他们很喜欢做那种 摇头娃娃 其实没什么 就是 就是做一个人物的样子 然后那个 那个头 头里面的是个 是个 是个弹 昂的 晃的 那那个 窑头娃娃 那我窑头娃娃呢 当选 选举的时候 看谁的 窑头娃娃 卖的好 他经常就会被当作是一个简单的指标 谁的窑头娃娃呢 卖得比较好 那那个人当选的机会呢 就比较大 好那川普 因为 每天出来呢 都要 都要把中国 卖一顿了 就说 要制裁中国 然后中国呢 对美国的 危险 如何 所以他对呢 他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呢 是非常强硬的 可是呢 美国的这个摇头娃娃名人堂 以及他们的厂商呢 最近推出来的川普遇刺未遂事件的摇头娃娃 就包一只耳朵的那个摇头娃娃 那个摇头娃娃呢 是最近所有的公众人物的摇头娃娃 卖的最好的 可是卖的最好却伤到了川普 为什么呢 因为后来每个人收到的摇头娃娃呢 一看都是made in China 所以川普一方面说要对中国强硬 可是川普连他造势的帽子 那个呢 Mega的那个红帽子 旗子 或者是摇头娃娃 或者是他自己用的充充电宝 都是中国的 这就跟最近我们在讨论呢 就巴黎的长荣桂冠的那个万国旗 你说万国旗上面本来就没有五星旗 你是在唬烂谁呢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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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国旗 我不敢说呢长荣买的一定是 但是百分之九十 因为不管你 你是在Amazon上面买的 或者他都是义无作的 他会没有 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旗 就是有的时候 有时候鬼扯 你要打一下草稿 要不然就把自己搞得更难堪 好那苏林呢 这一次的 这一次呢到北京 当然只要呢把高铁的事情谈谈定了之后 不要低估他不是一个单纯建一条铁路这么简单 他就是中国和东盟跟中南半岛的关系呢 一个非常大的跨越 那剩下的呢日本呢在在亚洲的高铁的工程就只向印度了 可是印度呢光是第一条的高铁 搞了呢十多年 本来说印印度一言再言 本来说好我们2023年呢 要通车 从孟买那往东的那个城市叫什么 我忘了 好反正本来说2023年要通车 但是进度很慢 现在说呢2025 现在已经2024年 他说2025年要通车 可怎么可能呢 他他那个几百公里 好像500公里的那个路段里面 500公里的路段里面 他到现在为止只完成了大概10公里左右而已 所以明年遥遥无际 大家说以印度的基建 印度各种的建设的速度 造一艘航母呢 大概都得要花个20年的时间 搞一条高铁那还有得搞 所以在整个的南亚除了亚万高铁之外 中南半岛的第一条的高铁 大概呢会在越南是中国中国做的 但是呢在南亚的第一条高铁 应该会在印度 可是呢什么时候会有 不知道 那那个呢已经是 已经是日本和中国的这场的 长达30年的高铁竞赛的最后一局了 但是他对于亚洲的地缘政治呢 影响的是很大的 对于亚洲的地缘政治呢 还有一个人的高铁竞赛的最后一局了 而且是给亚洲的地缘政治呢 而且是什么时候会有的